現在時間是上午7時30分 早安,黃雅文 早安,吳明先生 今天天氣好像不錯吧 對,接下來幾天又周末 不如看看這幾天的天氣是怎樣的 黃雅文,行政長官選舉 由退休大法官胡國興率先搶襲 劃破了本來不尋常的平靜 越來越多有關選舉的消息墳迴 引來了政圈的爭議 而行政長官梁振英 昨天出席文武廟秋制大典 當然他被追問到究竟會不會國族連任 不過他就沒有回應 不過裏面有一句說話 大家可以聽聽有甚麼含意 請個特區政府和我忙於準備施政報告 還有跟著就在施政報告一月份發表之後 裁政司司長的裁政預算案 來支持施政報告裏面一些重大舉措的時候 所以我和整個政府 我亦都希望我管治團隊裏面 每一個同事都能夠贊和航態 心無異用地在政府裏面為社會做事 有記者追問是否反對官員 在財政預算案公佈之前辭職選特首 梁振英就說這是責任的問題 而說回財爺曾俊華 昨天的一舉一動當然都被受注目 他早上在官底 已經有很多記者在等他 那輛車出來的時候 記者都追著 希望他會扭下窗就答問題 不過他都沒有回應 之後他回辦公室 他都沒有回應問題 到晚上一個公開場合 他都沒有開禁口 不過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透露 他打電話問曾俊華 言談間覺得他都好像有意參選一樣 不過田北俊就沒有再說其他細節 而前幾天仍然不肯表態的葉劉淑儀 終於表明是有興趣選特首 他還點評各個潛在的對手 說到曾俊華葉太就這樣說 他說John做了財政司長10年 覺得有點懶惰做的說 又說如果曾俊華真的像一些報道說 去信不經明智 是沒有禮貌的做法 應該要自己親自上京 這樣聽也覺得好像用詞幾狠 難免令人聯想到 是否因為這個潛在對手 對他最大的威脅 所以這樣說 而退休大法官胡國興 昨天在他的記者會上 也有記者問到其他對手 包括曾俊華的看法 不過他就說不評論了 不過提到現任特首梁振英 他就一點都不客氣 我們看看昨天記者會的報道 胡國興宣布參選特首 他表示目前社會很撕裂 點名指出特首梁振英處理不了 我認為梁振英先生不能夠照顧香港的整體利益 以及消除香港人的怨憤和社會的分化 我沒有政治包袱 我不屬於任何黨派的 完全沒有政治包袱 我認為我有能力去舒緩各個政黨 各個團體的矛盾 為香港帶來一個新的健康局面 有記者問他 對梁振英這幾年管治有甚麼不滿 實際我這麼多我忘記了 我不管你 實際是行政是否有干預立法 但是最少不要讓人看到行政是干預立法 你去告他 是政府行政方面的首長 告立法會的首長 告立法會的主席就是他的首長 不太妥了 不要看 他就拍板說 先見四千 就忘記萬三 或者是萬三押後 大家做政府工的 有沒有記錄 有沒有會議記錄 為什麼會沒有 你說不見了 這些東西會不會不見 他表示 今年三、四月開始有參選念頭 宣佈決定前沒有聯絡中央 我沒有接觸過中央 我不會露宿 你可不可以教我 中聯辦 但我有接觸過一些人 一些人 但是我不認識張曉明 我沒有接觸過張曉明 我不認識他 實際我通知他們 我想選 他們回來的那個 知會就在中央 沒有回應 擔任法官多年 胡國興承認 對房屋、經濟等政策 完全沒有接觸過 現在也沒有班底 但認為下屆政府的最重要任務 並不是這些 政改來搞掘不了 香港就原地踏步 永遠在政改方面 是完全沒有進步 一潭死水 實際是搞不定的 社會的分化會繼續 很多人會覺得很消極 很無奈 你說是不是要修改831 不是不需要修改831 是當個特首拿到香港 那麼多個不同政黨的意見 做一個誠實的報告書 給中央 中央自然會好處理 他又表示 特區政府有責任為23條立法 指香港的法例一向有類似條文 市民不用怕 現在告他們還沒立法 說最討論我、聽我 我也討論我 你不要討論我 如果有人採取的手段 是你不立法 我將國內的法律 引入香港適用 將國安法陰獄等等的事情 你更悲慘 你還不能受 對於其他疑似對手 他表示現時不會評論 只是重申 找不到一個比他更適合人選 我一定不是陪跑 一定不是陪跑 香港電台記者蔡麗珠報道 昨天胡官在記者會上 都算回答了很多問題 有記者問他戒了煙味 有甚麼病 有沒有去做驗身 這些比較私人的問題 胡官都笑著口地回答 形象上搶到不少分 不過其實胡官對於部分問題 又答得有點無靈兩可 尤其是關於競選工作 好像沒有甚麼準備 沒有甚麼準備 那樣 不如用我們做一個小總結 好像是沒有政職 沒有政綱 沒有頒底 沒有人站台 沒有競選經費的規劃 不禁令人質疑 其實胡官有多大決心 想成功當選 有人將胡國興參選 聯想到第一屆特首選舉 當時也有兩個司法界人士參選 包括前首席法官梁鐵梁 還有前高等法院大法官李福善 不過他們兩個最後都大敗給董建華 這個唱票的畫面 相信大家都會有些印象 董建華一直都是遙遙領先 據當時的報道 楊鐵梁獲得前新華社 香港分社社長周南的支持 而董建華就是獲得前國務院 港澳辦主任老平的支持 而李福善就是出於自己的意願 當時被認為他是陪跑性質居多 官父胡官昨天在記者會說 他就不會露宿去見中央 據時事評論員劉瑞兆的分析 胡官的情況似乎像當年的李福善 多些 信報和Now新聞都有引述消息報道 隨著在北京舉行的六中全會閉幕 這兩個星期會是關鍵的時間 各相關部門正在整理熱門人選的評核報告 提交給中央考慮 報道也有這麼說 中央有關部門已經整理了一張十人的名單 包括現任的特首梁振英、林鄭月娥、曾俊華 前立法會主席曾玉成、梁錦松、葉劉淑儀、金管局行政總裁陳德林 還有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 以及比較少聽到的名字 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 而胡國卿都已經被列入名單裡面 究竟誰最後能夠入閘呢 泛民又會不會派人參選呢 相信都會是接下來12月 特首選委會選舉的焦點 剛才陳德林就是金管局的總裁我們更正 星島日報社評 現階段而言在特首各族中 胡國卿只是冷門 他宣布出選會促使其他熱門人馬決定是否參選 以免競選工程太遲起步 這個視乎中央會否加快決定 胡國卿缺乏政治交易的經驗 也都暫時未見有足夠本錢爭取到多數選委支持 而中央對他參選的態度仍不明確 稍後當其他重量級人馬加入選戰 他的勝算將難被看高 無論如何 胡國卿打向了參選的第一炮 不理最後當選與否 都已經確保這個是一場有競爭的選戰 從公眾認受性的角度看 會遠比一馬獨跑為階 《經濟日報》寫評 退休法官胡國卿昨天宣布參選特首 掀開選戰序幕 未來特首必須符合三個基本條件 即中央信任、港人接受、有能力 胡國卿率先宣布參加明年特首選舉 相信能令市民多了信心 明年特首選舉是有真正競爭 另一意義是 若果能令其他有意者組下決心 並盡快提出政綱 可以令市民能有更多時間了解 參選人能否如何處理 深深困擾本港的各種政經問題 給港人期望同舟共濟 合力擺脫現時的泥鬧 《蘋果日報》寫評 以從政經驗和頒底議論 胡國卿參選特首是勉為其難 但可以滿足港人ABC Anyone but CY的願望 對於其他有意參選的人士 還在等中央指示 胡國卿質疑他們在等什麼 無論連任深切的梁振英 還是賞毀深切的葉劉淑儀 都沒有將胡國卿當作競選對手 葉劉淑儀批評曾俊華只是滑造 或者市民應該幫他計計數 究竟是他 是梁振英 還是胡國卿、曾俊華 為香港作的貢獻多些 ABC是港人最卑微的要求 但不等於港人會接受 第二個梁振英式的特首 《成報》寫評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閉幕 通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 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兩份文件 反復滲透生活、正本清源 令人注目的是號召全黨緊密團結 在以習近平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正式提出了習核心的論述 將習近平的地位與毛澤東和鄧小平看齊 在奔向小康的道路上 人民的生活改善了 要貫徹改革開放得要有表述 習近平作為核心就是要建設廉結政治 堅決反對腐敗 奔向小康也奔向公平、奔向正義 第十八屆六中全會昨天閉幕 會議公布提及增強拒付方便能力 決定十九大五將會在明年下半年舉行 一年四日的第十八屆六中全會閉幕 三百多名出席的中央和後補中央委員 聽取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工作報告 高度評價全面從嚴治黨取得的成就 認為自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 堅定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嚴厲情治腐敗 贏得黨心、民心 為開創黨和國家事業新局面 提供重要的保證 強調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 科學發展官和習近平的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導 全會決定將會在明年下半年 舉行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強調維護黨中央權威 中央委員至政治局常委的高級幹部 也都需要以身作則、嚴守紀律 以及教育管理好親屬 時事評論員林和納子公布提出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反映他的領導地位非常穩固 不過他指出公開領導人和親屬財產 以及外國護照的陽光法案 並沒有在公布中提及 可能反映習近平仍然遇到 一些中央委員的消極抵抗 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康橋之家前院長張建華被控和智障院有非法性交 刑事檢控專員楊家雄昨日表示 事主不適合落口供 認為檢控沒有足夠的成算 楊榮先生 政府沒有考慮香港人口增長 到2043年開始萎縮這個問題 不如我們看看統計處在2015年 即是去年9月公布的人口的推算書 其實現在政府大力發展土地 最終會不會不符合人口的預算 到底當局有沒有考慮到人口增長的速度 還要去調整發展土地的速度呢 報告另一個關注點 也是建議在東大嶼都會和新界北 設立一個策略增長區 當中涉及擦遷和填海這些問題 而填海一向都是極具爭議的問題 相信都會遇到一些環保團體的反對 而擦遷同樣都會受到當區居民的反對 與其這兩項的發展 遇上的阻力都會不少 另一方面其實報告也有提及 要發展棕地 但問題就是早前的決心 其實具體要執行棕地的發展 需要有完備的棕地政策去配合才行 相信當局也要在這方面多加支援 否則發展棕地只會輪為一直空話 我們在這裡 周末大家記住 無論多忙都好 天氣又不錯 一定要出去舒展一下根骨 身體才會健康 好,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我們再跟大家早晨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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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